老百姓认为做女人的 那个心长的 做骂相望 因此给他这个历称 叫女人章 我13岁当了学徒 到今年已经从业 61周年了 去年是我们的钻石婚 钻石婚 短两个月 短水 短饭 喂短喂药 把我从新生手头拿过来 不容错过的精彩 近在我有传家宝 故事里的家风家训 宝物里的文化传承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 我有传家宝 好 那么做了这么多期 我有传家宝了 说实在的 第一次有一种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感觉 知道为什么吗 咱们看场上 摆的这些东西 我怕我走的这个动静太大吧 哗 这其中一个雕塑就倒下来了 那导演的话说 张老师您一辈子都赔不起 我估计也差不多 不知道大家伙 知道这种雕塑叫什么 叫泥人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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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泥人 来 掌声有请 第一位 传家宝的持有者 传承人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宁章第四代张昌 您请坐 您请坐 张昌先生 这个大家听了刚才张昌老师的介绍了吧 他是倪儿章的传人 倪儿章大家知道吗 我小时候都知道 我小时候还看过纪录片呢 据说人家的绝活是什么呢 人家是看着满大街的人 或者有戏学员台上表演 袖子里面揣一块泥 就自己在袖筒里就能捏出来 这功夫多神啊 我这么说不夸张吧 这个的确有生活真实 好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就是老先生的作品了 对 这个作品是我的曾祖父 第一代张明山 他所创作的叫刘海细金禅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这个作品呢可以讲 是我家的川家宝 您看啊 这个上面感觉残破了很多地方 咱们后面干嘛不给补上呢 这是残缺的霉 其实要把这个东西要修复 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为了保持它的这个历史原貌 历史的本真 所以没有进行修复 而是保持了一百年前的原样 它造型非常的 这个饱满非常生动 这人物跟活的一样 对 这个脸部形象非常饱满 一副那个欢欣鼓舞的样子 对 然后这个金禅呢 活灵活现的 就有点这个拟人化的感觉 好像这金禅会说话一样 是吧 张先生 是 所以这个宁章啊 他非常强调那种真 宁章章艺术啊 是中国民间艺术的杰出代表 我们现在看到的宁章 早期的作品都可谓是民间艺术的经典之作 从审美上来说 从创造上来说 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国陶塑 泥塑的历史非常久远 早在新石器时代 我们就创造了很辉煌的成就 从现在出土文物上看 离我们现在最早的是 七千多年前的 和亩度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珠 另外宁章呢 它这一类的泥彩术 历史也很长 我们现在发现 最早的是唐代的 有一个武狮子 还有呢一套 劳动妇女俑 从那个表现形式上看 和表现方法上看 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泥彩术 都非常接近 张昌老师 这我们看到的 就是张明山老先生的照片 还是画像啊 这个是一个张明山的画像 画像 哎呦老先生可不像一手艺人 像一官身一样 张明山呢 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 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 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 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 赴任到这个河北的申县 以后呢 由于这个县官呢 去植了 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 主要是浇丝塑 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 有很多的那种窑场 因此有取之不尽的 那些个泥土 是吧 因此他就用那种年土 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丸 小的玩具 来上市场去寄卖 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 所以这个张明山呢 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 来成长长大起来 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 在这个宁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 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 他非常注意生活 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 以及这个戏剧 包括庙堂 他经常去 然后经常的用你来捏缩 所以就是宁章的传家的家训 是要求一个真字 这个真 他要原意生活的真 去多看 多思 多练 好 那讲完了张明山先生的故事呢 我们看台上啊 咱们今天琳琅满目的东西 真是不少 对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作品 是我的祖父张华唐 他塑造的360行里边的 其中一个算卦 但是由于他身体不太好 早逝 所以刘氏的作品不是很多 这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那个《鱼女》 是我的苏白爷爷 第二代张玉婷的一个作品 这大概是哪年啊 这个也应该也都是上百年的作品 那要说起来真不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女的形象啊 这是一百多年前 模特也就刚刚兴起 老张家也未必能够接触到模特 但是您看到没有 身材比例啊 这个当时老先生是怎么掌握的 就是说倪仁章之所以生动 其实他强调了一种真实 那个年代可能没有向院校学习 所谓解剖学 但是他怎么来的 就是他的观察 他的体会 然后他的想象 以及他的表现 其实是来自于生活的 我知道你们家最有名的作品 钟魁嫁妹 对 那是谁做的 这个钟魁嫁妹 是第二代张玉婷的代表之作 这个作品可以讲 它是一个对劣式的 现在这个作品 原件存在天津艺术博物馆 是国家一级文物 然后这个作品本身呢 其实在那个年代 当时这个民间艺人 处于社会底层 经常受到各种的欺凌 因此张玉婷 他就把生活当中 那些个这个恶势力 军警啊地痞啊流氓啊等等 揉入到他的作品当中 形成众鬼魅 所以这个作品本身呢 其实反映了 当时那个年代艺人的 一种无声的反抗 当然正因为这样 所以国外的学术界 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 说它是这个近现代 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国外扎伊尔等等 一些国家 还把它作为这个邮票 进行发行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 是影响力很大的 也可以讲第二代的代表性传承人 应该是张玉婷 就是尼尔章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是张玉婷 而且我的父亲的学艺 也是跟我苏白爷爷张玉婷学成 所以我从小对这个泥土 就怀有感情 尼尔章啊 他的头手是可以分的 可以拿下来的 都是活的 对 单独的绘制 您父亲后来是到北京来工作了 是的 可以讲 尼尔章呢 在建国以前 这个已经面临着意尽人亡 这么好的手艺 因为连年的战乱 尼尔章的后人几乎都改行了 要么人已经去世了 仅仅剩下我的父亲 举步维艰地在坚守这个阵地 到了四九年一解放 第二年 我父亲就应总理之邀 从天津调到北京 在中央美院 公益美院 然后从事这个泥章的传承 和这个创作工作 这个发展正向这个郭沫若先生 曾经在六三年首届泥章展览 所讲到的 他说 用泥造人守女娲 名山泥人锦上花 昨日造人旨意将 耳睛逃离满天下 高度概括了宁章的发展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武松的作品 就是您父亲的作品了 对 然后这个作品本身 其实还有一个剧文 曾经我父亲 有一次他外出这个办事 我随着他一块去 坐在公交车上 骤然间发现 路上有一些个人的围观 而且中间有人在打斗 然后我父亲看到以后 就当这个公交车停下来 马上他就下车 跑回了那个原地 然后仔细地看那些人 那种神态动作 以及那种互相的关系 这样他回来以后 就把有一些个 他所观察到的那些细节 用到了这个飞音谱 创作当中 我以为这也是跟 戏曲舞台上来的 还不是 我还以为这个武松是 是原音生活的 世事恋达皆学问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林仁章 他把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 他把很多生活的内容 都已经在他自己的精神里面 已经达到了充分的 这样的一个融会贯通了 所以最后才从他的手里面 变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而且我们会看到 看到人物的内心 甚至能够看到这个人物 他自己的生平 他的历史 他的教养 他的气质 所以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林仁章确实让我今天 非常非常的震撼 真的非常了不起 印象颇为深刻 非常非常深刻 张昌老师 那您本人我看 相关背景介绍 不仅仅是林仁章的传承人 同时也是这个 梅院的教授 对 我是可以讲从小 受这个家学的影响 我出生在1942年的 这个天津围头庙 东街三号小院 那个小院就是 林仁章几代人的出生地 和工作地 所以我从小对这个泥土 就怀有感情 当然以后这个正式学习 是从这个 我初中毕业以后 然后开始学 当时我父亲也强调 一定要多看多思多练 这样你才能把握 可以讲是受到了 家学的薰陶 另外一个就 我61年高中毕业以后 到了工艺美院 又系统呢 受了学院的训练 所以无形当中 又多了一条腿 其实我今天带了两组 我的作品 一组就是 完全继承林仗的 艺术传统的 一个写实性的作品 二玉赏眉 然后丝绸之路 这个作品 就强调了装饰性 和现代感 右边的是 这个汉族的商壘在出 然后左边是 那个外来的商壘在进 中间形成一种交换 在继承的基础上 吸收新的这个当代元素 然后形成一种当代表现 林仗章 他们的传承经历 从第一代 第二代到第三代 第三代的时候 就被中央美院 中央工艺美院 请到学校里来 参与了学院的教学 也就是说 在这个传承过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 林仗章的艺术 把学院派和民间艺术 不是把它对立起来 也不是把它相互替代 而是在传承当中 跟随时代的发展 进行了总结 进行了新的这个思考 既传承了民间艺术的精华 又同时呢 跟随着社会的发展 审美情绪的转移 创造了这些作品 所以它这方面 是有典型意义的 他们第四代 这是张桑 第五代 也都是院校 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 好 那既然说到这儿呢 今天我们也有幸 把张先生的女儿 你是张的第五代传人 请到了现场 来大家掌声欢迎 主持人好 你好 张丽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年章第五代传人张鸿毕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见面 三年二位 好 谢谢 张女士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幅作品 这个是我做的一件作品 是对我爷的一个回忆和纪念 这做的您爷爷 对 第三代张景富 而且祖父 他也做过他的祖父 就是第一代张明山先生的 一个肖像 现在存在天津博物馆里头 所以这也是一个传承 就是你们老张家 有这传统 就是下一代人 给自己爷爷辈的 做一妮人 不仅仅以示纪念 对 同时也表达自己不忘本 对 是这样 不忘了妮人章的祖训 是这样 行 今天您二位都来了 咱们要不现场给做个表演 好 来 请 各位 好 来 几位 我们也共同上台看看 这是什么你 教你 对 一定要选择那种埋藏地下深层的 寒沙量适中的 可塑性好的年徒 然后素呢 就是先头后身 大家看 现在他正在做这个头 尼人章啊 他的头 手是可以分的 可以拿下来的 都是活的 对 因为他的东西都非常小精致 如果你要做出来一个整身的话 画细节 眼睛 眉毛 这些小的细节是刻画不出来的 所以他就单独地绘制 所以就会更加地精致 细致一些 然后这个头大约做五六分以后 添加身体 尼人章家的小孩从来没有玩具吧 对 所谓的玩具就是自制 所以我印象我小的时候 就是玩你长大的 而且尼人章家小孩 在小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有地位 是 随时能给你捏个东西 对 大家看看 张老师这做的是谁啊 妙玉听琴 以前光是听说 小时候就知道有尼人章 但今天呢 才算是真的 第一次近距离看 从未看过 这一看呢 真的是让人叹为观之 所以呢 尼人章 观察生活 去吸取生活当中啊 这个人的事情百态 对 把它要成功地定格在某一个点上 所以你没有平时大量地观察 不知道每一个人 或者说普通人 最具代表性的表情动作 应该是什么样 你做出来的尼人 他一定不能叫真 是这样 好 再次感谢两位到来 也感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您 今天上场呢 我很吃惊 为什么吃惊呢 这是一种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词情 或者说呢 这是我当时初出茅庐 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首先接触到的一种词记 有没有人知道 这种词记啊 它的学名叫什么 龙泉青词 龙泉青词 谢谢 谢谢这个朋友 龙泉青词呢 应该说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历史极其悠久 春程老师 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龙泉窑呢 在我们国家的浙江省西南部 这个窑从三世纪创烧 到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前后长达一千七百年之久 这个窑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尤其是它的右色 这种右色叫梅子青 还有一点叫粉青 这种右色在南宋时期创造 南宋时期也是龙泉窑 发展到最顶峰的时期 到了明代初期 龙泉窑成为明代皇室 用死成为真正的御药 我们做的那边摆的东西呢 正是在历史传承的过程当中 非常值得骄傲的艺术品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今天啊 我们传家宝的传承者上场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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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您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徐朝鑫 来自浙江龙泉 我是一个老曹公 您这个说法也实在是有点太客气了 因为我13岁当了学徒 到今年已经从业61周年了 你小时候看得好洋气 当时1956年吧 我跟着我爸爸 步行80多里山路去当了学徒 走40公里 那不走一天呢 走了10个小时 当时呢 我过头比较矮 当年是工会主席 他说你不行不行 你这么小来当水路 说多了以后再来 当时呢 可能小孩子 往泥巴就是我的天性 但是车间不是像现在 四周土名墙 没有门的 我们可就跑进去玩 那么就一两天都 我像不像样 能做起来 那么那边上一些老师傅 那么他就 跟工会主席 这个小鬼 蛮机灵的 蛮机灵的 祖师也赏饭吃 天生就适合干这个 徐先生 今天您这几天作品 我们也都放在了现场 先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小方瓶 主的是一个方器 当时我们现在 做这个方瓶 用光酱成型 那时候呢 是我们用泥模 用泥模两个模 合起来 接起来的 它不是拉坯拉出来的 这个方形不能拉坯的 我们这个老祖宗啊 在那个年代下 做得这么好 是非常了不起的 真好啊 像这个小盘子呢 边上 手拉坯的痕迹都行在 包括我们那时候的 它里面的装饰呢 它这个荷花 像这些呢 图书一样 很随意的 在高一堆店 做一个装饰手法 这个盘子在拉坯过程中 有些褶皱的痕迹 那么这道痕迹 实际上就是 练泥过程中 练得不是很到位 所以在拉泥过程中 会拉出一些褶皱的痕迹 这个恰恰 是历史上的一种工艺现象 这件东西又有薄 而且里面画的荷花 这个壁纹啊 只有戳的痕迹 这件东西应该是 北宋晚期的 一件作品 这件方平呢 基本上没有纹饰 我们看到的玻璃柚上面的 这些开片 实际上都是毛病 那么从整个气形 应该是光速无纹的 这件东西呢 刚才徐老师讲 用硬皮做的 但是和睦合在一起就难了 如果你在和睦过程中 手法轻重不一 在烧造过程中 由于收缩和棚上 它会开裂 这件东西应该说是 当时的一件上品 也是南宋时期的 一件清词 这四位 左边第二个是我的师父 叫李怀德 这边是我 是我的师父 他说 首先啊 自然选择这个职业 就要坚守执着 一干到底 师父这句话的 影响我一辈子 一干就61年 那是您刚一入场 也就是13岁 1956年的时候 就是做清词吗 当年我做百次兰变晚 那么就是五千年 总有这个姿势 要恢复龙原清词 从明天召集了 五个老艺人 包括我的师父 那么从五十几个学徒当中 选择了三个学徒 那么进了个反骨小组 那么我是八个人 反骨小组 最年轻的小学徒 15岁啊 对啊 15岁就开始承担国家任务 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那么多老师父呢 对吧 当年呢 我在城里 做百次兰变晚 我以为我动手能力 还比较强的 像我15岁 那个时候 我每天会多手工作 做800多个 拉拉肥拉800多个 800多个发 对啊 我的两只手是接手的 我不可以恩部就班 这个拿过去 再拿过来 再拿过去 我是两手拼用的 这样拿 就打这个时间差 这手远协调能力多强啊 现在您拿的这件东西呢 这件东西是我2005年创作的 因为我2006年 我是从60周年 我就做了这个粉盒 粉盒就是女同志 我做化妆品的粉盒 当时我跟着做气息 给她做大 像这个口径呢 是22.5公分 那么我这个粉盒的 相对比较精密度 比较高的 可以讲是 纹丝不动的 哇 纹丝不动的 口液上 用水灌下 口液能转起来 不能吧 等一下我跟 四季做的蜜蜂 性这么好啊 可以试试给你看一下 好 麻烦我们工作人员 给我们拿一瓶水上来 我们也请我们两位嘉宾 上前欣赏 太甜了 深沉 我的天哪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这个青石 在窑里面是 经过1300亿的高温 烧成这样子 也是太难太难 我的天哪 对 像中间有一个轴一样 真话 当年的一个收藏家 假许他在你 报个价 我想收藏 我05年的时候 我最高价是卖了70万 我就信我开合 就100万吧 真的他说 东西好贵了一点 假如说当天成交了以后 我现在终身有遗憾 您的意思就是 让您再来烧 也未必能烧出这样了 我真的在那一年 做了将近做了十件半成品 就没净达到这个水平 有的太近地打不开 有的是太松动 那么这件东西 从来以后 我就取名叫天赐粉格 就上天赐个我的 天作之河 有人功还有天力 真有余 天赐地利 还加上运气 爱不失手 爱不失手 得了我给您拿过去 拿一个就可以 可以 拿在手上那种感觉 有没有摸玉的感觉 有 玉制感非常强 非常漂亮 根据我们现在资料来看 在1700年以来 龙泉青磁 已经在世界50多个国家 和地区发现 那么应该说 它出口量非常大 大约在16世纪末 法国巴黎市的市长 女儿结婚 在结婚的庆典上 来宾当中 有一阿拉伯商人 带了一件龙泉青磁 作为送给市长女儿的 结婚礼物 非常漂亮 惊讶了在场所有的人 那么在19世纪末 能拥有一件龙泉窑的青磁 在法国的上层社会 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东西 正是在历史传承的过程当中 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 一件艺术品 这个盒子创造了一个奇迹 精密制作 比如说要想做这个喜 拉披拉出来之后 不是这么大 要比它大 晾干了会逐步收缩 在烧造过程中 水分的流失 磁土的结节 会收缩到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从磁器来讲 因为有收缩笔的存在 能够把收缩笔控制到 像精密仪器似的精密烧造 徐先生恐怕第一人 谢谢 那么这件东西 非常好 在修坯过程中 遇到那个泥土里边有磁石 稍微硬一点 刀就会跳过去 留下它跳刀的痕迹 是修坯的一种工艺 但徐先生把这种工艺 变成了一种装饰工艺 那么形成一种水波纹 当里边放上一碗清水的时候 你让清水微微去荡漾的时候 水波纹也随之而荡漾 是一种非常好的装饰 徐先生之所以能够创造出 如此精美的磁器 和龙泉窑这个地区的特点分不开 从采露露到脚采泥到拉梯 到石油到装饰到烧灶 一个人完成 制泥 采泥 拉坯 吹钥 全一个人干 全一个人干 都是我们一手下来的 这恐怕也是龙泉窑青水的魅力 土边那个盆子是龙泉的割药 七几年末的时候 我在故宫里看了一个青水大盆 只十几公分 非常少了吧 那原代的盆子能烧这么大 但是我想 是不是做一件超历史水平的一个大盆 那么我将近经过了将近半年的努力 这个盆子终于烧成功了 最难烧的就是盆子 盆子的直径越大越难烧 像这种盆子已经属于大直径了 因为它底下有一个圈足 圈足在承载着这个盆子 它的盆子往两边延展得越多 圈足部分在烧造过程中 圈足的两侧会往下塌陷 我们看这个盆子 中间一点不塌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人贵德 德的品高 意味道 道发自然 持贵魂 魂楼清权 行贵简 简净美生 公贵勤 勤能补足 那么这五句话呢 就我一生给总结下来 那么我们现在 包括我的徒弟 我的徒孙 都要按照这个五个标准去做 我现在我的徒弟到徒孙 有一百四人 太多了点吧 我死了 也不能带着光彩去 这个基于是民族的 一定是存在下去 请继续收看 我有传家宝 您现在收了多少位学生和徒弟啊 我现在我的徒弟到徒孙 有一百四人 太多了点吧 我死了 也不能再带着光彩去 这个基于是民族的 一定是存在下去 今天我的儿子和媳妇 今天也得到城了 来 有请二位 大家好 我叫徐玲 这位是我爱人竹纳雅 你好 你好 二位给我们介绍 您二位的作品呗 我的这个作品名字叫《秋韵》 就是利用龙泉青瓷的歌谣跟地谣的 泥脚胎成型的 一种比较写意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就是秋天那种树叶甜点的味道 好好好 来 我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蕾 它就是一个花苞的形状 那么我选择了就是茶花 茶树的茶花 因为它那个花苞啊 还没有盛开的时候 那个花苞的球状 它很像一个罐子的 其实就是这种 来源于这种自然界的 这种植物的这种形态 给我的一个启迪和灵感 这个气形呢 它实际上也是拉坯成型的 这拉坯拉出来的 对 你自己拉的 对 女孩子拉坯啊 对 对 多厉害啊 她并且大得很多都没拉 拉坯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 运用的好的话 它是不需要使用蛮力的 老先生怎么看儿子 儿媳妇这两件作品 他们两个人都是神级大师 这么年轻神级大师啊 我们现在三个人 风味都不一样 那我们相对比较传统的 我儿子呢 他是美院毕业了 他们的造型比较现代 比较时尚一点 我儿媳妇做的东西 相对又女性化一点 所以我们家里三个人 风味都不一样 小徐做这个罐子 仿佛西阳西下 站在一个原野上 特别是罐口那个粉青 轻轻的一个点缀 也就把魂提炼出来了 那么旁边这个粉青罐 它说源自于茶花 按照茶花的花包的形式去做 是有自己思想 又有源于生活的一种体会 大胆去创造出这么一件艺术品 可以说你们二位 得其父亲的真传 谢谢王老师 其实做文章也好 做人也好 跟做瓷器啊 它都是艺术相通的 从这个角度讲呢 我们希望啊 在像您这样的大师的 绝影之下 有更多的年轻人啊 真的能够珍爱 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 走出一条属于现代 具有中国时代特点的 瓷器之路 青瓷之路 我们都看好你们 谢谢各位的到来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 即将登场的呢 是两位啊 应该说 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他们呢 是一对夫妻 两人呢 相爱 在一起已经有61年的历史了 今天呢 两人已经粘于八旬多了 来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这位 这一对模范夫妻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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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开场啊 大家肯定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请您二位来啊 不知道您二位 给我们带的是什么传家宝 这个事呢 咱们先放下不说 我一看呢 尤其看您 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 肯定多漂亮 是吧 怎么样 我说的吧 我说的我们今天女嘉宾 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是吧 您年轻也很帅气 也很帅 帅 帅 我就想知道啊 这61年啊 怎么能够让这爱情延续这么久 秘诀 秘诀也没有什么秘诀 我们两个吧 从参军相识到现在 67年了 67年啊 去年是我们的钻石婚 钻石婚 哎呦 我看您说得特开心是吧 羡慕吧 那您当十二位就是在部队认识的呗 对 那个时候 他在文工队 我在教导大队 学习 教导了毕业以后 又分配到文工队 又在一个单位了 他就那时候就教我们那些基本舞蹈啊什么的 就讲这些个呢 好像就讲到一起了 看来那还有 还有呢 有些事也是很自然的嘛 他就约我看电影 我就很矛盾 当时呢 我也觉得那么多战友看见不好 可是我心里边也觉得呢 好像应该去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好 是去还是不去 哎 我就想怎么办 我就想耗时间 我就上电影院去看个电影 等等等等 他约您去看电影啊 您没跟他去 您自己先看了一电影 然后再去找他 可是我还往他那方向走 不由自主的 不由自主的 哎呦 我一下车 他就在那等着 还是冬天 那时候就一个多小时了 他就 你也够执着的 要我早回去了这么冷天 实际上我下了车 这个感情有点变化了 我就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爱情的火花就碰撞起来了 那就不简单 不知道 您二位给我们带的是什么传家宝 我们的传家宝 不像人家的什么项料戒指 经营气啊 对 我们就是一封书信 像老头说 陈大爷 这封书信是谁写给谁的 我们两个写给儿子 儿媳妇的 这个信可不是普通的一张纸 这个信上可以说 浓缩了我们大半辈子的故事 都在里边 我给你念一点 陈华秀云 陈华是我儿子 秀云是我儿媳 我们将节衣 熟食几十年的储局 捐建希望小学 立下了遗产捐献希望工程 遗体捐献医学研究的遗助 你们是理解的 支持的 当然也会有些想法 今天我们写这个信 就谈谈我们的想法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要是您儿子和儿媳 我绝对接受不了 亲儿子呀 对吧 亲儿子 就一个 而且就 还就一个呀 就一个儿子 哎呀 当初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他得了一次急性心梗 那个是最危险 那时候是什么 因为他上南州 那是九 1999年 我到南州看战友 你说吧 我回来就跟我来个通知 我说怎么脑没有消息 哪个通知就说他在抢救 哎呀 我说脑头挺健康的 怎么会抢救啊 结果一到医院一看 他一个在一个特护病房 我又是这个仪器 又那个仪器 这儿又挂的管子 这儿又插的管子 满身都 哎呀 当时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说脑头怎么变成这样了 完了他就拉到我的手 说 他说 老杨 可能我不行了 咱们俩的愿望 就用你来实现 我呢 就干嘛了 反正说 如果我去走了呢 就把我的遗体捐献 医学研究 咱们要有什么遗产 就捐献希望工程 反正你把咱们俩的这个序院 你一人来完成 我剩下如果有我们钱 就交党费 当时我特别难受 你说我又不敢太什么了 我就说 我说你别这样 你看你现在条件这么好 医院也在抢救你 你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 他也没说别的 反正后来鬼民官也没要他 我再来又活过来了 大难不死必有活 现在就活了多少年呢 活了17年了 我们在赶配人家的一生啊 这种非常甜蜜的 爱情生活的时候啊 我们要为人家生活当中的 另一件事情感到感动 感动什么呢 老两口建立了 这两所希望小学 30多个图书馆 帮助了可能几百上千个孩子了吧 都不止了吧 哪一个学校至少都有好几百个孩子吧 对 哎呀当初为什么要建立新旺小学 那个时候我们军就是解放洋岸 我得二千月几 部队下去执行任务 制造了二月 怎么办带不了我 就把我安排到放东 喝不过家里边 短两个月 短水短饭喂团喂药 把我从死身手中拿过来 你说这个人民的恩情 我能够 就永世不亡嘛 那你是应该报答他们家就够了呀 和婆婆是亚安人民 对人民军队热爱的一个代表 军队是行就在这儿 我们俩就商量是不是在我们参军以后的第一个参加解放的地方 就是到亚安建一个学校 也回报当时的那些老乡 我就让我妹妹呢去联系 她联系的结果呢 就如果啊你要投入二十万 那就是咱们国家还可以补助 就可以建一个学校 我们两个一提口高兴啊 这是哪一年 九零一年吧 那这笔钱攒出来容易不容易 我们也不了解你们的公司 好苦啊 怎么苦啊 那时候反正是馒头啃咸菜啊 都退休了还顿顿馒头啃咸菜啊 要不钱怎么存得下来啊 前四十年 九零年 我们五零年参军 到九零年不是四十年吗 四十年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不是八十年吗 两个人八十年 还不到一半 所以说我说这个吃天难呢 就是说算是手里的 还差十万块钱 没在九零年的时候 还有十多万的 一九九九年就说的 差不多二十万 就成了 就这么来的 那真是不容易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 是什么时候照的呀 这个啊 这个照片两千年 两千年 两千年 就是有点修实 修下了 孩子们来信 我们在那看信 后来前些日子 我一看这还挺有意思 我们俩说 现在咱们俩都老了 咱们再照一个嘛 反正我们又照了一个 结果这次照的就白头发了 你看这个白头发了吧 这个衣服要五十多年了 它那个袖子吧 那个叠的都破了 我就给他捡了 捡了我就给他卷起来 卷起来又给他缝上了 到现在他还穿 我们出来就不穿了 在家里边穿 大家注意一下 这沙发都没换过 对 对 这个沙发 还是 都掉了七瓶了 请客人做的 我们自己一般都不做 都等着了 我在指的时候买的了 对 哎呦 那年代 这都掉七瓶了 哇 可是我们觉得能 这种沙发还有吗 这个沙发 这个沙发也有历史了 一个战友帮着我们自己做的 对 不是买的 对 做到现在 反正就 当年沙发 就是这种家具 一般都是家里人自己做 对 实在里边是破的 对 你看到外边还没看见破的 那里边还好多补丁呢 不就还是买的布头呢 还以前买的布头 做了个套子 就是 说实话 现在沙发也不贵 你让二位花点钱买呢 可是你是要买那个 有的上千 那又买好多书呢 我想大家刚才听 二位老人的故事呢 也发现一个特点 那就是亲力亲为 身体力行 我们建西望宫城的 这个图书史 二位老人每次都要去学校 笨孩子们 你们需要什么书 想读什么书 然后去自己去买书 买完书 递到我们的西方学校 这种精神真是有为可贵 而且也实属不易 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历年来 孩子们给爷爷奶奶送的礼物 给爷爷奶奶的信 这还有用草做的 这个还挺有意义的 孩子们特逗 就说奶奶 我们不像你们北京 还有花房 还有鲜花 可是我们呢 我们后山的这个山花特别好 他们就晚上下来就玩自习 就上后山去采了这鲜花 就一属一属的鲜花 他知道我第二天要走啊 就写着信 完了呢 再把这个花再给我 我呢 就把他们这个花卷 做成了一个 我的家里边还有一大本了 所以他们都很真情的 家里有电器吗 电器的话 灯泡算吗 17年 重返牙 重生到乳战 28次 请收看 我有传家宝 我看后面这个信说的还是 是我给你们的事 不留金钱 留精神 金钱只能享受一阵子 精神可以享用一辈子 哎呀 我要是您儿子 和儿媳 我绝对接受不了 咱那个问您儿子儿媳吧 这个两位好 她呢 是儿子陈华 我呢 是儿媳 李秀云 她呢 得了一场脑梗 那个他们捐款那会儿吧 我们也是 跟我们说完以后 我们也是特别不理解 不理解在哪呢 一个是你们慢慢 岁数一年比一年大 儿子呢 也下岗了 身体也不好 所以那会儿呢 也是不理解 后来呢 这个希望小学吧 这个孩子真的都挺成才的 有些孩子真的都挺成才的 所以我们最后也要理解 他们压力挺大 压力也大 我们这个压力更大 为什么 大家小家都得顾 亲生儿子你能不顾吗 对吧 但是你下了那么十多年决心 那几百个孩子你也得顾啊 那怎么办 苦自己吧 抠自己吧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经常给他们 经常给他们 他们那个送货的车 玲玲逊逊逊逊逊逊 给他们山了去 玲玲逊逊逊 leave 明明面才有 物质上就说 解决他们的困难 渡过难关 还有一个方面 千万别忘了 精神的方面 我们陈家的夹缝 就是人或一辈子 总的为人民 为社会做点什么 这个应该成为 我们夹缝代代相传 咱们帮助了 可能几百上千个孩子了吧 都不止了吧 哪一个学校 至少都有好几百个孩子 对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其中的一位 掌声邀请 这些受过老两口帮助的 孩子们当中的 其中一位 武庆姑娘来上场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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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坐坐坐坐 好你好 武庆哪里人 我是雅安卢善人 就是爷爷奶奶 就是捐献到希望小学 成长起来的一个女孩 现在我们看的一张照片是 爷爷奶奶当年去学校 去你家 到他们家 我家 家里非常困难 对 家里面都是务能 家里有电器吗 电器的话 灯泡算吗 不算 没了 除了灯泡 电视机洗衣机都没有 读初中没有 读高中有了 他自己很努力 回家以后还要什么 打财 砍财 打草 武庆后来大学 读的什么专业 后来我大学读的是师范专专业 就是因为从爷爷奶奶这儿 也得到了力量 决定当一位老师 是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 我就是尽可能地教育我的学生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说我可以理解你们成绩不好 因为这是可以补起来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们 没有责任感 没有爱心 因为爷爷奶奶就是这个样子 对我们 对包括所有的社会 他们是很无私的 他们这些孩子 现在有好多 毕业以后都回到家乡了 好多他们回去 都从事这方面的教育 回报家乡 他们一代一代地成长 一代一代地 传下去 他他老是在传下去 我们感到互相幸违 我们也感到有成就感 我们的愿望就是这个 那捐资助学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扶贫 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 代际传递的最有效的手段 在此也对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 和尤其是我们 像我们二位老人一样的社会群体 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好 谢谢 所以我们说 传家宝这个东西 未必真的是一份 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一个物质财产 有时候我们看到仅仅是几个故事 让我们今天看见的一对可以称之为 我们这个时代 楷模的夫妻榜样 再次感谢你二位 感谢你们对中国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 谢谢二老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大家 敬个军礼 其实今天我们的三个故事 有两个都是跟艺术品传承 工艺传承所有关系的 而我们看到的陈老先生和杨奶奶 他们俩的故事就实在是更感人了 两个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为的就是奉献 而等退休之后呢 又请尽自己的权利 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让我们看到了无私的大爱啊 好 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参与 感谢诸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下期可有传家宝 再见